启蒙之前的革命与革命之前的启蒙 可以如此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首先想问 晚清中国人为何想到要学习西方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学习西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 初期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打败了西方的西方列强 我们觉得落后就要挨打 挨打就证明落后 于是去学习打败我们的人 实际上这个说法既不能解释历史 也不能解释当时 不能解释历史 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遗敌打败 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止一次 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 而且晚清所谓被打败 其实主要是丢失一些藩属和鞭底 比起西晋北宋的怀敏灰清之祸 南宋南明之覆巢回卵 军史上彻底败亡 皆不可同日而语 晋人 宋人 名人 没有因此抛弃道统而学习遗敌 非晚清那么点失败 人们就会因此自认落后 要去学习对方 再说不能解释当时 毛泽东曾说 中国人放弃学习西方 是因为先生侵略学生 但是如果说过去学习西方 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 那不就是学习打了我们 以及欺负了我们的人吗 如果那时我们知道 失疑之常与质疑并不矛盾 没有因为先生欺负学生而拒绝学习 如今何以就相反 何况 晚清西方欺负中国 是几度打上门来 兵戎相见 中国战败求和 割地赔款 虽然不比宋明之王国 但与巴黎和会上 西方只是没有主持公道 祝我拒日相比 晚清那种欺负还是严重多了 更何况如前所述 巴黎和会的错误不久还得到了弥补 晚清那样的欺负都没有妨碍我们学习 怎么巴黎和会就会妨碍 其实说巴黎和会让中国人对西方失望并不假 但这种说法本身却会带出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在和会前会对西方充满希望 鸦片战争让国人对英姨失望了吗 火烧圆明园让国人对英法二姨失望了吗 没有 因为那时一般国人对遗敌本无好感 谈不上希望自然也无所谓失望 要说失望也只是对自己 没能战胜遗敌而失望 但是到巴黎和会前就不同了 那时国人曾相信协约国列强的胜利 意味着功力胜过强权 换言之 国人觉得西方列强不仅有实力 而且有真理 不仅强大 而且代表正义 后来发现未必如此 所以才会失望 指望列强在国际关系中总讲正义 确实难免会失望 但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指望 却是因为那时国人首先在很大程度上 相信了他们内政方面的人意 至少比我大清来得仁意 而这种看法其实已有很长历史 甚至如果以徐济瑜在鸦片战争后 仅三年的作品为标示 甚至比许多国人重视他们的船间炮利还要早 而且当初国人中的先决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并不是因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 价格相反 他们那时就是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具体说就是从孔孟之道出发 对比了中西县时候 发出了中国早已礼崩乐坏 而三代圣贤之士却鉴于西土的感叹 因此实际上 学习西方的动力就在中国内部 一个奇怪的情况是 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 无论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 还是英国的清教运动与后来的光荣革命 都是思想变化在先 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 但是论及中国近代 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 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应当承认 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 并且不断发展 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 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理而言 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理 而不是冲着儒表的 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重舟酬秦情绪后 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 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 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 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 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 而不是冲着孔教来的辛亥革命 而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 已经是第二次启蒙 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 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 而且由于种种原因 后来还偏移的越来越厉害 事情要从源头讲起 在晚清之变前两千多年 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 即周秦之变 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 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默默的周治 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 陌生人社会的秦治所取代 希望挽救周治的儒家 和权力推行秦治的法家 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 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 儒家重周酬秦怀念三代 认定金不如稀 法家则不择手段 无条件维护专制 一股非金者足 终于建立了分殊坑儒的帝国 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 导致其短命 并使法家生命狼藉 但儒家三代盛世 温情默默的乌托邦 也无法恢复 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 汉成秦治的制度基础上 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 实实物的儒家 逼着为之法儒 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理 或儒的利化 但是尽管汉武帝以后 法家的制度与儒家的话语 似乎都被定于一尊 不容置疑 毛泽东所谓的儒法斗争 持续两千年之说 在多数时段 也只是秦治极端维护者的 神经过敏 然而秦治的击毙 毕竟无法消弭不满 儒表法理体制的表理冲突 明显存在 古如崇州酬秦传统的不绝儒履 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断 在秦治下真正的儒者 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 历来是不满现实的 从孔子的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朱熹的姚舜三王周公孔子 所传之道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到明显之际 黄宗熙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 的京士之言 这种反法日如 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 所说的 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 但从道不从军的古如之风 以民本反集权 以封建反帝制 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 追求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也确实给走出秦治的近代中国 提供了思想动力 并为接轨西学 提供了本土资源 过去他们的理想 不是远速三代 就是编出个此去乌有的桃花园 或者缩小到某个一门之家 在大尺度上 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 然而到了晚清 尽管西人打开国门 用的是尖船力炮 但当中国那些儒者 透过这个窗口 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 最令他们震撼的 并不是怎么船尖炮力 而是用传统语言来说 他们西方比秦治下的我大清 更仁义 如王涛所言 西洋以礼义为教 以仁义为基 以教化德责为本 当然 这仁义不包括国际关系 列强对大清搞得强权政治 不用说是国人必须反抗的 但是他们民主国家 对自己的公民 就比大清对草民仁慈 他们的社会关系 就是比大清道德 他们的法治 就是比大清奖礼 他们的励志 就是比大清清明 这是很多 以儒家眼光 观察西方的人 那时都有的感慨 比较之下 他们猛然发现 我们这个国家 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 但已经礼崩跃坏了两千年 三代以前 独中国有教化 自汉以来 中国教化日益微灭 而政教风俗 欧洲各国乃独善其胜 即使中国 亦有三代圣时 只是一敌眼 出自郭松涛 伦敦与巴黎日记 在他们看来 没有秦制的西方 至少就其内政而言 似乎就是三代的在线 仁义的样板 用徐济渝的话说 推举之法 基于天下为公 轻轻乎得三代之一意焉 而薛福成则说 唐渝以前兼民主也 匹夫有德者 民皆可代之为君 则为诸侯已 诸侯之有有德者 则诸侯显尊之为天子 此皆兼之民主规模也 乃秦始皇以力争 经营而得天下 尤是君权益重 秦汉以后 则全乎为君主义 孟子名为贵 设计次之 君为卿之说 游行于其间 其由今之 应亦诸国 君民共主正乎 所以三代之龙 积其三千年之久 为旷古所未有也 出自薛福成日记 西方搞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代 有德者天下 共举之的公天下 可是我们自情以下 却堕落成家天下 甚至二千年 由三代之文化 降而今日之土藩野蛮者 用谭思同的话说 二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道也 二千年来之学 寻学也 皆相怨也 中国已经被大道和相怨 统治了两千年 什么叫相怨 读国孟子就知道 那是古如最讨厌的一种人 就是墙头草 随风倒 屈炎复世 谁掌权就跟谁 相怨的对立面 就是古如所谓的相身 竟然或把相身解释为地柱 但古时所谓身 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 相一指相举离选的小共同体代表 据说相身的职责 就是维护公理 独立于权势 从道不从君 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 秦治下这样的相身已经绝迹 秦以后就只有相怨了 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相怨 以为国 如叫安德不枉 那么相身哪里去了 在西方 西方的议会 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 完清时最早就被议作相身房 据相身与公会的民主制度 欧罗巴诸国皆从统 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 指认公里的议员 及议身 成天忙于替天行道 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松涛 美探陷西洋 国政民风之美 而徐福城 陈兰斌 黎树昌等 凡是出过洋的 均有同感 皆为其说不无 更早的徐济瑜 说那里 治国崇让善俗 洪仁轩说那里 礼义富足 诚实宽广 有古人一封烟 有趣的是 郭松涛等都是清朝官员 洪仁轩则是反清的岳匪 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 当然 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 郭松涛 徐济瑜都为此受了处分 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 整他们为近身之道 但有趣的是 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 只要出过洋的 如刘西洪 陈兰斌这流 朝堂上抨击别人 撑倒一敌的邪端一说 私下里探险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却比郭松涛等还高调 活脱脱一个晚清必复见 还有的官场游子 如张树生 平时大言 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 不必效法西人 而官运横通 林中不再顾及官运了 却尚仪者恳请朝廷 采西人之体 以行其用 比后来张之洞的 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 无需变法前 及新文化运动之前 几千年的事 郭松涛这些人 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 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 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 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 古如心底潜藏的 对秦制的不满 就冒了出来 而崇信 人性恶的法家 拜扶的是铁腕上伐 顺昌逆亡的皇权 对皇上本人 谈不上真正的忠诚 无权的徐军 难免抢到众人推 这就是中国 没有搞成君主立宪 却在公天下 即古如的理想 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 却在公天下 推到家天下的革命中 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的文化原因 这时并没有什么 西学与儒家的冲突 相反 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 开创学习之风 在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 实现西儒合力 推倒法家秦制的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 这些先进者把古如 官不与民争利 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 与西学中民权优先 国权服务于民权的 民主观念结合起来 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 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 富国强兵 只是顺带的目标 他们先知名言 不能善待百姓 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 很可怕 这显然也与历史上 法家的强勤 暴勤图景 与他们眼中的 杨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松涛就说 岂有百姓困穷 而国家自求富强之力 金言富强者 仪式为国家本计 与百姓无语 亦不知西洋之父 专在民不在国也 谭思同甚至认为 专制的国家强大了 反而是祸害 还不如不强大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 相使海军如鹰伐 陆军如俄德 事宜逞其惨贼 岂知君主之祸 欲不可思议 而比白人烟 红人烟 黑人烟 棕色人烟 将为准戈尔 欲尚存桥类烟得乎 吉而言之 他甚至说 西方军队打败中国 也具有防止 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 甚至有点走火入魔 但宁死也不随 师友 康梁出国避难 而慷慨 为变法捐躯的壮士 谭复生 当然不是不爱国 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 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 民众的权力 看得更重 主张 先民主 后强国 这应该算是 人权 高于主权 在本土思想中最早 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 即使放到现在 这种观点都算得上 惊世骇俗 有趣的是 谭思同这种思想 显然受吸血东建的影响 但看看前后文就知道 他并未撑隐稀者 这番言论 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 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 挨打证明落后 显然毫不相干 说明 电子版的走出地址 在这一章的最后 还多出了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 和本书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去魅 开头的几页 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我还是把这几页 录在这里 以全作者此篇之意 5.结论 综上所述 秦智在中国传统中 一直有来自古如三代理想的质疑 在没有可行的制度参照时 这种质疑固然流于乌托邦 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 是明清之交的黄宗熙等人 有了这一参照 秦智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 从进步的徐继瑜 郭松涛 到所谓 其顽固之旧学派 陈兰斌 刘西红 凡是做了中西观察的 都探陷西洋 国正民风之美 尽管当时公开发出 这种探陷的郭松涛 遭到了整肃 而陈兰斌之流 则一边私下同样探陷 一边却积极整肃别人 但毕竟 他们也自知 礼不值 气不壮 随着国是日非 国奈日深 民生一奸 民怨一击 公开探陷 终于成了主流 档案中有一份 清末诸奥公使 杨胜 于1905年 写给国内的一封汇报 那已经不是私信 而是公问了 杨胜当时报告 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 发生公朝 以下引文 本月初二日 奥金工党 聚众至二十余万人 赴议院要求选举之权 至日某时 工党汇集各分行业 申明此次聚众宗旨 欲推永明工党 十人为众代表 仅有此十人 向众约法弊 及赴议院 列队行走 毫无喧哗 以及搅扰皆是之事 五刻使其及议院门外 排列整肃 仍有代表之十人入院 地柄达化 全景首相及两院首领 善言安慰 解散而退 事一也 工人以征准举工党 为一身之列 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 而始终无喧扰事臣之举 事日 事为孙牧师 离奥之期 圣率本管各园 送至车站 沿途工人 礼貌整肃 一如平日 比为下流社会 尚且如此 足证傲人 风济之唇美也 以上引文 与当年郭松涛 刘西红看到英国 上下同心 人民欢欣鼓舞不同 这次杨胜看到的是 西方的阶级斗争 有些人可能会 以此幸灾乐祸的大奖那里 万恶的资本主义 激起人民抗议 而我们的顺民 大量饿死 也无声无息 则证明了天朝之伟大 但是杨胜却相反 他实际上是以民主政治中的抗争 为风济纯美 而暗于国内 观滩民雕 观库民报 观兵民反 是封日下之境相比 杨胜与当年徐济于 郭松涛这些大儒 一样把议员称为相身 因为按儒家思想 相身就是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 是代表公论而独立于君主的 当然在中国只是理论上如此 而且是古儒的理论 东中书以后 这种理论也不大讲了 并没有制度安排 来保证我们的相身会代表公论 倒是在西欧 我们的儒家看到了真正的相身 按这位公使大人的说法 澳国官方对这些工人一身 理行下事 而工人更是知理好意 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 而始终无宣角适臣之举 公使大为感叹 比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 足证澳人风济之唇美也 显然在他的眼里 不仅这样的官方 即宪政政府 令人羡慕 这样的反对派也令人羡慕 是有这种抗争的社会 更和谐 更道德 还是抗争无门 只有官逼民反的社会 更和谐 更道德 还用问吗 杨胜只是一位清朝官员 不仅并非革命派 甚至不是政界所谓的立宪派 而他不是既日记 而是向国内上级发出这样一份价值判断鲜明的公文 先是国内官场上这样的看法也已经毫不异端 显然他们继续维护秦制已经没有了道义上的理由 至于利益上的理由 平时在如表法理状态下 臣民就对秦制朝廷未多于敬 到了王强末世 法术士机器已经严重秀施时 使食物者为俊杰 就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常态 有无稀学的输入 清后是否共和 其实都是如此 所以当辛亥的那一幕拉开时 真正始至于清廷的臣子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 那位晚清必复见刘西红 就暗现英国人之孝 并非涉于父权之孝 语之忠 虚君也受尊敬 某公爵夫人会见华使 座谈良久 身为侯爵的儿子 一直立是其旁 无眷容 而尽管英王对臣民 既不能罚也不能赏 英人却忠之无二 平时即便是奏乐诵经 众艳杂耍时 也要先送祝君主 可见其尊君之成 不能不说 这是有眼光的看法 自由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 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 维护公民权力 不等于怂恿世君谋反 这下相反 真孝子何须严苛父权来恐吓 真敬君何必生杀余夺之主乃尊 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威吓下 才做孝壮 能是真孝子吗 在杀法之威下才能尊君 君权一须就强导众人推 所谓有乃便是娘 有枪便是王 这到底是尊君崇道呢 还是尊枪卫权呢 可见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 部分国人一旦了解疑情 西方的民主共和 便与中国传统古儒 九倍儒表法理体制 所压抑的重舟酬勤情节 一拍即合 使反情质 学习杨三代的隐息旧儒思想 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清末新政时 革命派固然鼓吹共和 立宪派绝大多数也主张 英国是宪政 即保留满足虚君 而实行议会政治 革命派和立宪派 其实都知道 今日之英国 非君主政体 乃民主政体也 洋派的区别 主要就是排满与否 而不是民主与否 这样才有了辛亥革命之 便帝制为共和 显然把民主说成是 五四才启蒙的东西 是不符合事实的 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 个性解放 对民主共和 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